我是一个妈妈 也是一个平凡人 其实我有很多不一样的角色 对 出生在香港普通家庭的张伯芝 她的人生仿佛是看了卦 在18岁的时候 因拍了一支广告 从而被周星驰发掘 参演了电影《喜剧之王》的女主 从此一炮而红 大红的张伯芝 瞬间成为娱乐圈中最受欢迎的女星 不仅在颜值上她很占优势 她本人也是非常努力的 即使没学过表演 但她依然能在镜头前 将最好的自己呈现出来 为此年纪轻轻 她就获得了影后的称号 傻而张伯芝并不会珍惜 如此璀璨的星途 反而是趁着自己年轻 一段恋情接着一段恋情 最后东窗始发 张伯芝爆出了艳照门事件 一时之间 张伯芝的事业和家庭全部毁了 从此张伯芝就带着两个儿子 艰难的生活 在妹夫爱的成长环境中 张伯芝的两个儿子非常懂事 但有时也不得不让人好奇 期间沈梦辰就问张伯芝 儿子会想谢霆锋吗 听到这个问题的张伯芝 中国知识很伟大了 那么看完你认为呢 欢迎留言评论